Ready Activision公司超强大作 《決勝時刻》特攻行動 将在11月正式引爆 而且还将有游戏界 史上难得一见的手卖仪式 将见证《決勝时刻》期的 超强威力 毕竟《決勝时刻》系列每一款 都有破1000万片的销售实力 这次《決勝时刻》7 甚至游戏还没发售 但预购竟然超过400万片的情况 可说是史上少见的 而随着游戏发售日逼近 《決勝时刻》7的最终宣传影片 也将强力放送中 营造出如同好莱坞战争电影的 大场面大破例 看来《決勝时刻》7 要问鼎2010年游戏销售冠军的 企图性非常明显 另外《決勝时刻》7 除了以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之外 而且游戏中还有个隐藏的僵尸模式 玩家要对抗的不再是火深深的恐怖分子 而是终从本木中爬起来 嗜血而烂的恐怖僵尸 原本已经死不透的僵尸根本不怕子弹 只要把僵尸轰到稀巴烂 才能彻底送他回老家 这些动作敏捷又打不死的僵尸 僵尸《決勝时刻》7最难突破的挑战 等待玩家来体验最真实的恐怖喔 在20多年前有个电影《联合缩小军》 描述法人缩小后注射到人体中展开的冒险经历 现在也有一款微型机器也是这样的题材 让玩家前进人体中展开冒险 不管是在血液中 骨骼中 身体器官等场景 以射击方式对抗病菌 或许游戏没适合变化 但是改在人体中冒险就是很有趣的喜悦咧 XBAR 360射击游戏有够多 现在又多增加一款了 日本GLAVE公司日前宣布 将把颇获好评的纵向射击游戏 新双战绩一直到XBAR 360上 凭多玩家互配下载 而XBAR 360版将新增网络合作模式 以及更多原创内容 新双战绩在1980年代曾推出过作品 现在以强化移植的方式推出 是目前很普遍的弹幕型射击游戏 简单来说就是死弹不用钱的偷天盖地而来 玩家驾驶的机器人除了躲过漫天死弹之外 如何使用三种武器过关斩将就是最大的乐趣 玩家操纵的机器人左手右手各有不同武器 必须掌握实际切换武器 又要夺子弹又要野民手快换武器 玩起来超紧张的勒 摇滚天王Michael Jackson已经过世一年多了 但全球歌迷对他的怀念丝毫不减 要怎么表达对Michael Jackson的怀念勒 或许用游戏的方式也不错 Ubisoft公司就宣布取得Michael Jackson的独音乐授权 将开放音乐游戏Michael Jackson 标体验 必会有PS3 XBAR 360 V版本 其中V版本将在10月23日推出 初回牵地板附赞晒亮亮的白手套 这可是Michael Jackson生前最爱戴的手套款式 至于Wii版本的Michael Jackson 标体验游戏玩法 就是要玩家拿着Wii遥控器 随着音乐挥舞手上的遥控器 近期的舞动身体 而游戏也收入了包含战力 标 比例震 黑与白等10多首晶片曲目 还有以数位合成的方式 让Michael Jackson重新诠释超动感的歌舞 当作对一代流行天王的最高致敬 至于PS3 与XBAR 360版本 将会在2011年推出 也将对应皮杆玩法 其中XBAR 360版本 更将对应Connect 皮杆摄影机与麦克风 但要全身手无足道动起来 还要用麦克风唱歌哦 感觉会更有CUE咧 台湾索尼电脑娱乐表示 备受期待的PSP超大作 《战神斯巴达鬼魂》中文版 已经上市了 而为了感谢玩家的支持 翻于11月30日之前购买 《战神斯巴达鬼魂》的玩家 都有机会参加抽奖 奖品是特制红黑色造型的PSP掌机哦 只有5个名额手脚要快勒 另外在11月9日前 购买游戏的玩家 还能免费获得8种手购特点等 让玩家玩起《战神斯巴达鬼魂》 更威风凌凌啊 还在等什么 繁华圣战胜克雷多斯 继续展开壮阔的冒险之旅吧 《战神斯巴达鬼魂》 《战神斯巴达鬼魂》